第八章 杜骨杂巴尖赞之死 因此 聂众开始为杜骨杂巴尖赞 化身为一名伟大的护法神 制造有力的条件 我们绝不能让杂巴尖赞 威胁达赖喇嘛的地位 但是我们能做些什么呢 我们又不能破戒 如果我们是为了维护达赖喇嘛 那就不算是破戒 即便是释迦牟尼佛的前世 也曾出于良好的动机而杀生 杜骨杂巴尖赞又再次抢尽风头 我们绝不能让这样的事再度发生 这实在是太过分了 你最好设法解决此事 听好 为了佛法 我们必须确保它从这消失 于是他们便尝试毒害它 但是杜骨杂巴尖赞是一名成就极高的修行者 他能全然控制体内的气脉 他能化解进入体内的毒性 而完全不受影响 这种毒只要一滴 就足以杀死一头牦牛 杂巴尖赞竟然不受影响 在一场与杜骨杂巴尖赞的会晤中 仁波剑 我们想献上供养 快跑 达赞喇嘛的弟子继续密谋 哦 仁波剑 别慌张 请到我房里来 我有话要对你们说 杜骨杂巴尖赞的举动 让他们觉得亚裔 蒂斯 得吧 我清楚你们的意图 但是你们这么做是没有用的 呃 您在说什么 你们不必再伪装了 我知道你们想取我的性命 不不 您在说什么 在这一世 要取我的性命的方法 只有一个 你们必须用一条哈达来叶死我 什么 什么 得吧诺布 快把他抓住 尽管做 你们该做的事吧 啊 啊 当他开始窒息时 杜骨杂巴尖赞心中 生起了少许的怒气 随后他进入静广而远寂 当时的他只有38岁